好 接下來看正後方的電子媒體 我覺得經由這次的WBC 我覺得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其實都有在掌握 然後玄階之後我們來到福光報到 其實中間其實也有休息時間 所以其實身體狀況一直都是OK的 接下來的新球季的步調必須要重新調整 你目前自己 因為過去也有幾次國際賽經驗 這個節奏的話 目前自己調整得多嗎 其實多少會擔心 是下半季的自己的身體狀態 因為今年的開季說真的比較早一點 因為為了今年賽的比賽 所以就盡可能在球季的上半季 就盡量做恢復的動作 會稍微比較勤勞的去進行這樣 然後盡可能在比賽中維持最好的狀態這樣 這次經驗比賽包含像是 國城或者是俊悅他們經驗再回來之後 你自己這樣觀察看他們 有沒有覺得他們有什麼比較成長去 我相信每一個選手應該都會 藉由這一次高強度的比賽 我覺得他們多多少少 身心靈都會進步啦 對啊 因為像阿悅其實他第一場表現的 其實大家都看在眼裡嘛 所以他第二場看 他也是流血奮戰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表現 說真的在第一場跟第二場 在短的時間內進步的很多 對啊 我覺得是每個選手該有的經驗這樣 其實我對自己每一年的球季其實都是以健康為主 對啊 因為只要我身體健康 我相信你就會延續每一個球季這樣 那至於內容的話 我相信去年的表現自己是需要再該努力啦 我覺得今年還是把自己提升再多一點 然後希望可以今年會好的表現這樣 其實接到賓總的通知嘛 就是這一場的選發 然後其實心情是很平靜的 然後去享受比賽這樣子 我覺得圈的工作就在場上嘛 然後就盡情的表現 然後有多少是發揮多少 然後我覺得今天表現 大家的表現都很棒 我覺得這場比賽是感動的比賽啦 我相信大家都看在眼裡嘛 不管投手也盡力了 然後打者也盡力了 然後拿下這場勝利 我覺得屬於大家了這樣